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老问题嘛 一点都不新 从信主不就说什么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旧的都过去了 都变成新的了 还说这个基督徒 要常常新意更新变化 所以更新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议题 而且我们有时候还甚至觉得 更新无力 还谈什么更新吗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想在 我们的宗教信仰上面 圈一个基督教 继续当个信徒 那个更新会是一个 又陌生又难的议题 只有愿意成为门徒 你的生命愿意被经历 那个扭转 信仰 你的能力被更新 才有可能去真正的经历更新 就会自动的update新的版本 upgrade到新的版本 那我这一次呢 其实这一篇呢 是我的做门徒下篇 那上篇在哪里呢 上篇是我去年五月 我真的是特地为你们写的奖章 对不对 五月一号我来喜瑞都的找坚堂 找他嘛 对 那五月一号我就写了我的 这个上篇 叫做寿安慰跟做门徒 经文在列王纪上十九章一到三 二十一节 就后来到十月的时候呢 我又去Fullerton堂讲道 我虽然也讲这一篇 但是我整个其实做了一个蛮大的修改 我觉得是一个更新版这样子 那所以我觉得神给我的感动 好像都在这边讲这个信息 它有动吗 OK好 那我之前那个信息 其实我后来改成这三点 在Fullerton的时候 就是可以受伤 但是要疗伤 我们都会受伤 可以有我 但是要忘我 服事中常常有我 或生命中常常有我 可不可以忘我 要做门徒 更要做使命的门徒 记不记得我给大家一个图片 对不对 我说那个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 不是左边那个 是右边这个 因为背起十字架 舍己跟随耶稣 其实是属基督结果子的 那不结果子它就剪掉 结果子它就修理干净 可以结果子更多 做门徒的概念 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 就是做门徒 做门徒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耶稣 那如果你没有办 如果我们没有从门徒变信徒 其实就很难真正的去了解更新 或者能够经历更新 那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 这个 马可福音的九章十四到二十九节 这里我们来学习 这个故事 你们刚刚读了对不对 它其实可以用很多电影画面来想象 那我今天用那个中国武侠片 稍微夸张一点来跟大家分享 那个话说大师傅跟师兄们上山去了 对不对 然后去比武论见 而且是荣耀归来 对不对 登山变相 满有荣光这样子 结果下山看见那个徒弟 其他徒弟 正在跟人家吵架 而且是跟另外一个门派 叫文士派的帮 那个另外一个帮派的 吵起来 那周边全部一群人围在那里看 那师傅就马上了解那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跟这个侍主有了一段对话之后 就立刻赶鬼遗址 那师傅 事后呢 这些徒弟们就问师傅 师傅 我们这个功力不行的原因是什么 那师傅就跟他说 功力不是不行 是功夫没有到位 那这样讲的比较好玩一点 你们突然间就醒过来了 对不对 这样子 那我觉得圣经都很好看这样子 请你跟着上帝的想象力一起飞翔 其实这个我也可以用那个 The Lord of the Ring 或其他的电影来讲 那版本也可以讲的很好玩 OK 那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呢 他的平行经文呢 在马太福音 跟路加福音都有出现 但是呢 马太呢 只用了八节110个字 路加福音只用了七节 跟144个字 那马可呢 可以说是花了一倍以上的篇幅 他非常详细的去讲这个世界 那同时呢 这也是马可福音所记载的 最后一个耶稣所行的 一个神迹的医治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刚刚读了 你知道这是一个故事 对不对 我们称为叙事文体 那叙事体一定有三个要素 你看电影小说都一样 一定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叫做场景 第二个叫做情节 第三个叫做角色 或你说角色 任何故事一定有这三个 基本的要素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对不对 看看这个故事里面 那个场景就是登山变相之后 下山的某地方 情节最简单的主要就是 门徒们无能驱鬼 耶稣却难 对不对 哦角色非常的丰富 总共有五主人加邪灵 耶稣彼得雅各跟约翰下山来 还有一群群众在那里围观看热闹 然后文师在那里 跟剩下的门徒在那里吵架这样子 那第四个就是那一对父子 那个儿子遭到鬼附身得癫痫 那耶稣的其他的门徒 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主人这样子 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如果你以后读圣经 旧约新约都一样 所有的故事题 其实你可以列出来 所谓的 我在课堂上 我跟学生说叫做SPC 那你把这三个列出来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会比较容易去看出来 故事的神学的主题跟重点 那因为邪灵不是重点 所以我要特别讲一下邪灵 人们会怕鬼 以为鬼魔能够伤害人 所以我补充讲一下 这是我已经在写 还没有出版的书 那我花了很多时间 我真的已经把旧约到新约里面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蛇 撒旦 魔鬼 彼得 试探者 彼裂 什么仇敌 全部都列出来 全部都做一个整理 那我先跟大家讲 我只讲两点 第一个有关中原圣经当中 分为鬼魔的那个词 的词 其实你需要留心 你不需要轻易去拼揍他的属灵或神学的意涵 因为他们在原文中会有不同的用词 那其实他跟撒旦或者伊甸之舌是没有关系的 OK 那另外一个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在圣经中一个人会受邪灵去控制或者附身 那么有可能是受罪的影响 或者拜异教的邪神 或者在精神器官或情感上有严重的损害 那我们现在知道有气质性的脑部受伤 有非气质性的脑部受伤 可是以前的他没有这个概念 我们从马太平四章二十四节所列出的清单可以显示 耶稣能够医治各样肉体跟精神的疾病 而弥赛亚的时代就会结束这样的悲伤 那所以耶稣在治疗各种这个疾病时所行的神迹 就在预示着整个天国的来临 那因为上帝已经承诺在基本的神面上去处理罪恶这样子 OK 好 你先了解这个就好了 那等我书出来 再去看书 为我祷告 我真的写很久了 因为这本是我真的花很多时间 本来写十万字 我现在写到二十万字了 然后对自己写不完 然后跟出版社现在在商量 是不是出两本这样子 可是我真的花很多的心思 因为我想要把新旧约跟系统神学 很多重要的神学可以一起讲 因为我发现以前系统神学人在讲系统神学的东西 圣经神学人在讲圣经神学的东西 可是他们一定是有相关的 应该联合起来 那我要跟大家讲就是 我们不用怕鬼附或者什么魔鬼 或者什么 因为他们胜不过基督 他们无法挟制我们 我这样子讲不是我的希伯来文 希拉文或神学很好 我自己有实际的经历 我觉得不信主或者甚至于离弃神的时候 那个经历过各种莫名其妙的幽暗跟恐怖 对不对 有了神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都不怕了 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怕 我可以如果你告诉我什么怪怪黑黑的 我奉主的名 我一点都不惧怕 那个没有什么好怕的 OK好 那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回来 这是我插出去 小怕你们一直在想鬼 这个经文没有要讲鬼 来 回来看 那这段经文呢 五主人马里面 耶稣帅里的彼得雅各约翰从山上下来 他们正是蛮有荣光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看到 哇 一群群众围着凑热闹 那看着他们在争吵 这群人很好玩 他们看到 耶稣来了 嗨耶稣 这样子 OK 然后另外是文士 就跟赶不了鬼的门徒在那里吵架了 那么这一对的父子是侍族 OK 那最后就是耶稣 其他的门徒被人家质疑 没有能力赶鬼 好我把角色区分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经文的结构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我知道字很小 你不用看字 你看颜色就好 你大概看一下颜色就好 那个他红色的是耶稣 跟彼得雅各约翰那一组人 那绿色的是这一对父子 蓝色的是那个剩下的门徒 然后一大群人是群众这样子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一件事就是 来 我们你不要看字 你看字可能对你来讲太小 不用看 我等一下就有戏的经文给大家看 那你看到一件事情 当你这样子列经文的时候 这是我们在解经上很基本的功课 就是说你看下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看到没有 耶稣的门徒 就是主耶稣跟门徒的对话框住 主耶稣跟门徒是框住这一段经文的 那这个故事的主角主题在这一对父子跟耶稣的身上 这才是重要的情节 所以研究神学你要知道这一段的重点是什么 那他其实真正是跟这一对父子 尤其这个父亲在对话 其次才是他的门徒 他根本没有跟文士对话 他也没有跟群众有任何的对话 这就是我们在叙事题解经基本要认识的概念 OK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群人呢 这当中第一种信徒叫做群众信徒 好喜欢耶稣 喜欢围观 好热闹看 常常觉得事不关己 他们或许信或许不信 看见神迹就觉得 耶稣好棒啊 那看不见就一哄而散这样子 对不对 那没有兴趣去当门徒跟随耶稣 那第二种呢是文士信徒 这种信徒圣经很熟神学很强 谈论信仰很厉害这样子 评论别人很快 高谈阔论很强 主要都等着看门徒出错 对不对 看别人不够好 看别人做的不够对 耶稣的使徒 还有他的其他的门徒 那这些人呢 他们都是跟随耶稣的 可是好像有紧紧跟随耶稣 耶稣上山去的 还有那种其他在那里套招笔划的 然后最后做不出来的时候 遭到别人质疑 那这个故事里面呢 是父亲的信徒 他是那个侍主 他是 这个信徒 他是带着他自己最大的软弱 最大的不能 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去经历耶稣 在他身上一场最奇妙的医治 这场医治不是在他儿子身上 而是在他的身上 那 耶稣的门徒是在这个框架当中 我们会在最后讲到 所以我今天就有这段经文 会讲生命的更新 讲信仰的更新 讲能力的更新 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点 生命的更新 倾诉耶稣 耶稣倾听 在第十七节当中 那个淡褐色的 你如果看不清楚没关系 他被一个灵附着哑巴 我已经请你们读合本修订版 因为合本修订版 已经把它过去翻的不是很好的东西 真的有修改了 可是我会根据原文 或者我认为更好的翻译 我会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你等一下会再看到 只要写什么DT修订 那就是我这样 他被一个灵附着 哑巴了 那这是 这个父亲提出来的认知 他说他被一个灵附着 一个灵体附着 让孩子变成哑巴 然后这个灵还会随时把它摔倒 那口吐白沫这样 所以在医学不发达的时代 他们对于各种精神 或疾病的认识是有限的 所以请注意 圣经这样子描述 是来描述这个父亲 或者当时的人 他们的认知跟了解 对不对 他不会跟他讲说 对不起他是气质性 那个脑部受损这样子 对不对 他的脑部化学变化 荷尔蒙有问题 分泌有问题 我请大家看就是 过去荷尔本翻成哑巴鬼 如果你看你的圣经 那荷尔本修令版就变成哑巴的灵 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原文是在讲说 他是被一个灵附着 让他变成哑巴了 这样听懂吗 所以对这个父亲的了解 他认为他儿子的哑巴 是因为这个灵附着在他身上 让他的儿子变成哑巴 所以经文没有要区分什么哑巴的灵 瞎眼的灵 残障的灵 OK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其实25节那里呢 总共只有在这一节经文 他有讲一件事 就是马可用 刺则那污灵 就是unclean的一个spirit unclean的一个spirit 那这个词 其实用unclean是最能够说明 从旧约到新约里面 当人有罪 当人不解 有罪不解就跟神远离 就是在一个 就容易有罪恶的败坏的疼痛的痛苦的 所以耶稣 当耶稣说你这龙亚的灵 他是按着这个父亲 跟一般人当时的认识跟了解 同样去称呼 有会发现耶稣会用这个人的语言 来跟这个人对谈 他每一次的对谈就这样 因为我不会去讲说 是什么我跟你讲这样 所以请不要自己加油添醋 然后还可以制造各种邪灵 来让一些弟兄姐妹觉得不安 什么样的灵都来 那所以29节请大家看 耶稣对他们说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也没有邪灵这个字 所以我必须要把合本修理版 邪灵这个也划掉 如果你们觉得老师我怎么知道原文 OK 那我至少可以告诉你 请你至少读英文版的圣经 像NASV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的1995年版 或者ESV圣经 这都是属于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 你几乎读这些英文版 你就可以大概了解 原来圣经讲什么这样子 所以这一类的总感不出来 我们等一下会讲 那所以在这里这个父亲 马太还说他跪下来这样子 所以他众人中的这个回答 那就是他爸爸 然后他就说我带他来了 他就这样子讲 那描述这个孩子 其实马太福音直接用癫痫这个字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看这段时间 我们也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有什么癫痫 对不对 他有癫痫又哑巴 他真的很可怜是不是 所以马太就这样子用 所以我们简单来讲 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一个 有癫痫病的哑巴的孩子 那他爸爸在描述这一段过程的时候 是非常的心痛的 我相信任何父亲都一样 那看到孩子是这样子 那他讲到这个 我青年门徒把他赶 他们却不能这样子 那看一下这个十九节 结果耶稣呢 接下来讲的话是 这不幸的世代 我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 他没有说他的门徒不够好 他说是你们不幸 包括这个父亲 耶稣的门徒没有赶出这个灵 他的感慨不是当众去责备 他的学生不行给别人看 他之后有告诉他们 赶不出的原因 无能是一个限制 不是一个过错 我们很容易看到不够好的结果 我们就开始怪孩子 怪丈夫怪妻子 怪家人怪同事怪同工 表现不好 表现不好变成像一个过错一样 耶稣指出 门徒或许能力不足 但同时更重要的 却应该考虑其他外在的条件 所造成的限制 比如说孩子只靠七十分 你就说你怎么那么笨啊 靠七十分 对不对 那有一个可能孩子不用工 另外一个孩子不聪明 第三个老师题目出太难了 对不对 像小花老师的就是这样子 要在我的班上拿A 那比登天还要难这样子 那有时候我们都不去思考 所谓的限制 叫做limitations 我们也不想不思考 limits 一个是能做的 一个是可做的 我最喜欢举的例证就是球赛 对不对 很多人都知道 你们知道网球名将 那个Dijakovic 还有Nadar 还有Fadler 你知道这三个人可以纵横网谈 十几二十年 你有没有发现 跟他同世代的人会呕死 会气死 因为你永远拿不到大满贯的冠军 因为他们三个在那里轮流拿 对不对 所以你在跟谁比 这三个人大概会觉得身不逢时 那很多比赛或很多时候 人生都是这样 你是在跟你同世代的人 跟同组的人在比 如果我不要跟他们一起比 我已经拿到大满贯了 对不对 那种子球员如果在前几轮纷纷落马 那最终冠军赛你就不想看了 这样子对不对 所以输了不是你的错 赢了也不代表你是最强的 真的没有这种事情 因为你是在跟你同世代的人比 对不对 你跟你同组的人比而已 对不对 这样子 喜欢看球赛的人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一件事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 你能不能在你生命中去思考 耶稣在这里暂停的 Pause 是要所有人去思考 No 有时候不是主观的因素 还有客观的因素 区分限制跟过错 二十节里面 他们就带了他来 可能包含那个爸爸 还有其他人来帮忙 这样子把他带来 那纳了一件耶稣 这个描述 同样也是以父亲马可 当时带的人来描述 结果这个二十一节 那个耶稣没有马上医治 他竟然像那个医生 你们去医生 看医生有没有 医生会问说 这个情况多久了 咳嗽几天了 发烧几天了 耶稣就开始问说 这个病史是什么样子 问他说多久了 这样子 那这个父亲就开始说 从小时候就这样子 对不对 他很可怜 就是从小 那个灵就履履 把他抛在这个水里 他可能到火边 他就摔下去 到水边他也摔下去 这样 那个真的是全身 搞不好坑坑巴巴 都是伤口 那个爸爸真的是 心痛的不得了 OK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要问一件事 那个耶稣难道不知道 这孩子病多久吗 耶稣为什么要这个父亲 去自己来陈述 孩子的病史 讲出来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耶稣要我们亲口 对他说出我们的伤 我们的病 我们的痛 因为说出来是一个医治的过程 你的痛 你的伤 你的苦 其实主耶稣都知道 他要倾听 他要你说出来 我们很多人会说 神不是无所不知吗 那我还要讲吗 不 神要你亲口 对他说出来 对不对 你们如果有去过 心理智商辅导 你会知道 对不对 你跟他讲 你有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需要 他要你用你自己的语言 用你自己的感受 说出来这整件事情 说出来是一个医治 是一个释放的过程 我们真的需要讲出来 很多基督徒会告诉木道朋友说 你跟耶稣祷告就像一般说话就可以 那什么叫一般说话 其实就是讲出来 用你自己的语言 你的感受说出来 哑巴也可以跟耶稣说话 你可以在信任的团契朋友面前去说 也可以在房中自己说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也没关系 我最近的经验也是自己跪下来 跟神哭诉我的无助 我的无能 我的软弱这样子 每一次跪下来祷告 在站起来的时候 不是那个事情解决了 可是站起来的时候 是重新得到的力量 是因为我去面对我自己的有限 我跪下来 我需要去跟神讲 我是有限的 有时候呢 我们还没有得着医治 或者问题没有解决 耶稣在等着我们 愿意在生命上更新 请你跟他说话 他要听你说话 他还没动手 因为他在问你的病史 请你自己倾诉 你知道我刚刚不是用那个葡萄树吗 葡萄树跟资质之间是连结的关系 生命是连结的关系 你是那个资质 你会跟他有亲密的交流 是连结在那里 一定是跟他倾诉 主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 也医治人的心 不是只是病而已 病对神太简单了 心比较难 耶稣可以医治他的病 医治我们所有的病 但是耶稣不强迫你信 就这样子 所以你必须要愿意跟他说 你才能够去信 所以在信仰上的更新 是承认不信 才能真信 基督受洗以后 我们都觉得 我们就是信徒啊 对不对 我就是信的这样子 可是我到底在信什么 一凡风顺 耶稣是真神 一有困境 耶稣你在哪里 我们会不会常常 就是在不信的状态 可是我们却以为我们信 承认不信 是承认关系不深 关系不足 认识不深 关系不足 这个22节 这个父亲的用词是 你若能 你们看一下 那我知道你们刚刚读 是你若能做什么 其实我跟你们讲 他22节 他只讲 If you can Or if you can do something 然后结果23节最有趣 23节其实 你看现在和本修订版 至少用个双引号 看到没有 他说你若能 你知道吗 耶稣是重复他的话 因为他说你若能 那耶稣就跟他说 好一句你若能 我只是说他心中的 你若能 所以和本修订版 现在加上双引号是对的 因为比较表达出那个原文 耶稣重复这个父亲说的话 你若能 所以我在22节那里 我把它改成你若能 你若能 你若能 这样子 那耶稣说 你若能 在性的人 凡事都能 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我能 但你不能 你不能信我 是你的不信 使事情不能 这回应前面耶稣说的 这不信的世代 事情被限制 是人的不信 在性的人 凡事都能 所以信 是跟神有确实连接的关系 那个资纸跟葡萄树相连 就会相信 你一定有养分跟水分会供应它 相信天父是栽种修剪 会注意日照修剪跟浇灌 所以信是一个关系的深度 信不是空洞抽象的 所以呢 这个父亲呢 他听懂 他立刻听懂 因为不是我不能 是你不能 你不能是你不信 所以这个人 他马上喊了一句话 他说我信 求你帮助我的不信 那以前和尔本翻译 对不对 来看你的和尔本圣经 他说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这个翻译力道太弱了 意思也差多了 变成是 我有信 但主要说我现在信百分之六十 麻烦你把百分之四十补给我好不好 或怎么补那百分之四十 我可以信得过 或信得下去这样 对吧 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想 很多人把信心当成算数啊 信心加加减减的累积 或者上上下下起伏 那个和尔本修订版的翻译 已经比较接近这个原文了 那我告诉大家 原文好简单 他只有这句话 他说I believe Heal my unbelief 我信 帮助我的不信 我信你能 是对全能真神的真实任性 那帮助我的不信 是愿意跟基督 建立那个关系的跨越 从信徒到门徒 耶稣等候这个父亲信 不是他不能医治 他在等候他信 愿意承认不信 是做门徒的开始 承认自己可以毫不保留 百分之百不打折扣的信 你才会开始看到你的不足跟你的不能 那是舍己的起步 信徒是没有办法 如果你只是一个信徒 你很难去想想 因为事实上 你想想看 什么叫百分之百相信耶稣 对不对 完全不打折扣的 信是什么 有一次呢 我就听到那个边云波 你们知道边云波弟兄写那个无名传道者 他就分享 他有一次跟一个弟兄两个人就在乡下 他们传福音 然后住的地方 这种很偏远的地方 然后那个时候的时期 又很偏僻 然后他们那个最后的存量 已经吃到那个 最后那一点点都要这样省着吃 吃到已经确定明天没有东西吃了 然后呢 这个弟兄就忍不住了 他就跟边云波说 他说 我看我们明天要进食祷告了 那边云波就说 我们不是要进食 我们要断食了 边云波的态度是 面对没有 就是没有 不需要属灵来美化 眼前的现实跟困境 但是他同时大有信心 就跟这个弟兄说 他说明天就会有人送米来 结果第二天 真的有人在外面喊 有人在吗 你知道吗 因为饿太久 不知道他们两个还活着吗 真的 传道人会殉道死但不会饿死 如果你不相信 我挑战你出来当传道人 这样子 OK 明明就没东西吃 要断食了 如果说成是神要我们操练进食祷告 听起来好像很属灵 其实很虚假 因为明明在意的是没有东西吃 不是有东西吃 却愿意不吃 去操练进食祷告 因为你心中不想相信 我现在在这里没有人知道 我现在的困境没有人看得到 我不相信明天会有人送东西来 所以我就说我们明天进食祷告吗 为什么不承认不信 因为当你承认不信 你才能跨越 去求主帮助你的不信 我真的希望基督徒 我们面对我们的不信吧 其实明明就不信 对不对 有时候 所以在后面 耶稣看见众人跑上 这父亲大喊之后你知道吗 他就说我信 然后帮助我不信 众人就冲上来 那这群围观就冲上来之后 耶稣就斥责那乌灵 那个灵就大喊一声 那可能是从这个孩子的口中 就发出一个声音 就那时候孩子就抽搐倒地 看起来就死了 结果耶稣命令他出来 再不要进去 完全按照当时的人能理解的 去告诉他们 结果这个所有人看完了就 他死了啦 这些围观的人 他们没有相信神呢 没有办法完全去面对 自己其实是不信神 不信耶稣 所以在看热闹 如果你在基督的信仰中 只想旁观 就等同于不信 信仰怎么可能更新呢 那耶稣拉着这个孩子的手 就扶着他 让他站起来了 这个孩子得救了 救恩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有时候你会看到事情变得更糟糕 好像没变好之前变得更糟糕了 有没有这种经验 你们知道摩西有没有 跑去跟法老讲 他说他要带那个以色列百姓出去 结果那个法老就跟他讲说 你龟车什么 你叫你的百姓好好做工 回去干活去这样子 还更严苛不给那些做砖的材料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很惨啊 对不对 那后来还发现是摩西跟亚伦搞出来的 那他们就去把摩西跟亚伦凑骂一顿 摩西亚伦就回到神的面前 记得神说什么吗 他说我会用我大能的手 把以色列人赶出法老的地 不要只看表面会一时当下不信尿的结果 就丧失对神的信心 我们刚刚诗歌也唱 你会发现有时经历那种看似要死去 后来却活过来了 是不是 然后 有时候你发现 其实后面的果实是更甜更美 后面的路会更宽更稳这样子 所以不要太急着去论断神的作为 能不能承认自己其实不信 不要觉得自己都信 反而你能够跨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障碍 你可以跟枝子连结在一起的 跟树连 葡萄树连结在一起 那个风雨怎么飘摇的时候 你都知道因为富是栽培的 然后把你绑紧绑好的 至于神会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解决或给出答案 那是神的主权 你永远不用怀疑神向我们怀疑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他的意念也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 第三个 能力的更新 我如果超过时间你们就原谅我就好了这样子 OK 我早就讲过 我讲到都不会太短的这样子 第三个 能力的更新 学习耶稣 操练 祷告 那最后的这两节嘛 对不对 那个28节门徒就来问了 哎呀 我们怎么赶不出去那个灵呢这样子 对不对 那29节耶稣就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总赶不出去 那过去河尔本就翻译啊 非用祷告还要加一个有古卷在此有进食二次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赶出来这样子 那跟大家解释就说 因为马太跟马可都有这个复注 你们看那个河尔本圣经 那其实主要是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早期的希腊文操本 他有加进食这个字 所以根据这个早期希腊文操本翻译的拉丁文圣经 就加了进食 那你们知道那个New King James 或King James Version圣经 就是根据拉丁文本翻译的 所以如果你去看到New King James或King James 你就会发现说有进食这个字 那就会变成是非用进食祷告这一类的 然后你还要再加血淋总赶不出来这样子 那我们过去常听到很多人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常常把这段经文真的是就只是把它抓住最后这一节 然后结论就是 耶稣的门徒就是没有好好进食祷告 所以赶不出鬼这样子 然后这段经文的价值只剩这个 进食祷告才能赶鬼 其实这个叫做套招 来找个招数来套用经文就好 教会跟信徒不能更新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是 认真研读神话语的不多 随便抓一两句 凑点属灵道理 在教会讲讲分享就好 你不懂没关系 你可以说这是我领受的 这样分享也无所谓 但是很多东西 你可以更深入好好的去读它 你可以得到更深的认识跟光照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他不懂 OK 这是拉丁文本 OK 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呢 其实在第六章 主耶稣就拆派他们出去了 你知道他们当时出去的时候多厉害 两个两个出去 十二个两个两个出去 去传道叫人悔改 赶出许多鬼 用油抹了病人还治好他们 他们当时出去通通可以一病赶鬼 所以当时做得好 为什么这一次做不好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不行 是不是 那我刚刚讲过29节这里 主耶稣就是说非用祷告 这一类总赶不出来 所以这一类这里没有讲什么鬼或邪灵 更可能的是这一类的情况 也就是一 当事者自己不愿意相信神 神能 那同时门徒自己也没有好好祷告 马可福音刚刚第六章那里 对不对 他们出去 刚刚出去就跟那个神学院毕业 是不是 好热切祷告 是不是刚刚信主 好热切祷告 是不是 刚开始都好热切 时间长了就疲惫了 而且反正我这样子做 大家都已经很服我了 很喜欢我 很崇拜我了 套招 祷告的功夫不够 功利当然就不行 我刚刚一开始有没有讲这个 有哦 人是有限的 我们有limits 门徒不热切祷告 人又不信神 这一类的情况当然就是什么 就有limits了 没有有limitation 再加上人的不信 那不就是有limits了吗 耶稣教导这个门徒说 你赶不出去的原因 就是没有好好祷告 就是没有好好祷告 门徒学了一些功夫 但没有完全学到师父的功利 我们来看 主耶稣自己 他服侍的过程 他常常祷告的 你们知道吗 不是因为 哇他是主耶稣 嘿 来 辩 给 一 碰 不是 他祷告 他一直是用祷告在服侍 他经常离开人群 独自去祷告 他在 记不记得他 医完那个彼得岳母的病 哇 大家就觉得 哇 这个很厉害 来一堆人都来的 对不对 医病的 有鬼妇的 通通跑来 他医完之后 他上山就独自天未亮 他就独自祷告 在他五秉二鱼 那个神迹很大 对不对 然后之后 他不是在那里接受 他荣耀 他是上山祷告 到最后 他的难关前 你们要去看主耶稣在克西玛丽园 其实他好害怕耶 你知道他很害怕 他很惊慌 他也是靠祷告上十字架 有一个学者说 耶稣是 对不起 耶稣教导 祷告是服侍的根基 所以我告诉你们 11章24节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你们已经得着了 就为你们实现 我再讲一次 信你已经得着了 信你已经得着了 我们可以不住地祷告 可以操练我们的祷告 有一个学者就讲 祷告是一个 turn to God 就是prayer 是一个 祷告是一个 转向神的信心 还有一位学者也讲 祷告是把信心就集中 跟引导到对神的具体请求上 信心跟祷告都证明 信心跟祷告都证明 属灵的力量能力 不在我们的身上 在神的身上 而且都在等候祂的拯救 所以祷告是持续跟随耶稣 做门徒的最大动力 是你侍奉的续航力 只有祷告 你们要横切祷告 在祷告中进行感恩 我想最后就在这里啦 你在哪里 你这个群众信徒 对不对 教会 昨天是不是 昨天有什么新年晚会 对不对 好快乐 对不对 不要当围观群众这样 等一下去帮忙拆那个 拆那个布置 不要当文士信徒 好会批评 好会讲 可不可以学习这个父亲信徒 加入他 从信徒变成门徒 跨越这样子一个在生命上 在信仰上 在能力上 也让耶稣来互平 最后是使徒跟门徒 在力量上的更新 最后就是还是这张图送给大家 就是你永远要以与耶稣建立关系 请你不要用来聚会代替跟耶稣的关系 请你不要用有奉献代替跟耶稣的关系 请你不要用服事代替你跟耶稣的关系 因为这不是做门徒 不是你做什么 你就是做门徒 是你跟耶稣有关系 你才能够跨越 你才能够不断更新 那个枝子在不断的供应你的 那个葡萄树在供应我们的养分 最后就是回到我们的题目 得意志一点都不难 得意志一点都不难 做门徒比较难这样子 我跟大家讲 我刚刚一来的时候跟徐天说 快点给我一杯热水 我跟你们讲 我刚刚在路上 有几个人可能知道我有心律不整 医生叫我开刀我又不爱开刀 所以一发作的时候 你们知道就是那个多一个线 就是电没打到 然后它就跳了 然后我就开始乱跳 我刚好惨 我刚刚真的觉得 我会不会死在高速公路上 我刚刚开刀的时候 第一我心律不整开始发作 第二我的血糖开始降低 然后我开始抖 你们知道那个瞬间我只能干嘛 然后我突然间发现 我有药可是我拿不到药 我在高速公路 我有心脏不要药 我拿不到药 然后我又发现 我忘记带水 然后开始抖了 又发现血糖降低了 我忘记带我的糖 我常常包包里有巧克力糖 看我吃糖不要以为我爱吃 是因为我血糖很低 我刚刚那瞬间只有一个想法就是 上帝我今天要去见你了吗 这样子 那你知道我在这个时候 我真的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就是祷告 我真的就是呼求神而已 没有 第一 我不要我死还撞死别人 你知道吗 我在高速公路上 所以我跟神祷告 上帝今天是你的日子 求你带领我 我常常知道一件事 我跟你们讲 我已经有什么 医生已经诊断 初期老人白内障这样子 谢谢 我们的生命都会像风中残住 都会慢慢老去衰残 我们都需要神 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有限 我们的不能 可是你会发现 你越能在那个有限不能 我真的刚刚是靠着祷告 一路开来的 所以我其实是手在抖的 然后我就跟徐献说 给我一杯热水这样子 然后我很怕被人看到 我的手在发抖这样子 其实真的 唯有当你真正去认识 你的软弱 你的无能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 你会知道一件事 他医治你 而且你要做他的门徒 所以最后这三点 给大家生命的更新 请你跟耶稣说话 请你跟他建立关系 他想要听你说话 希望你可以承认 其实你不信 你才能真心 第三个 我们可以学习耶稣 不断地操练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巴天父 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 我知道我们在座 每一位都有他不同的 生命的挣扎 信仰的挣扎 能力的挣扎 阿爸天父 愿我们今天在这里 不是来听小话老师 讲一场道 主是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主你对我们说话 我们都想听 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 说话 好是我们想跟你说话 很多时候我们跟人说了好多话 我们就是不跟你说话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信 其实我们不信 主我们愿意信你能 在事情未成就以前 信你能 因为你能 是我们不能 阿爸父我们向你祷告 求你使我们在生命更新 在信仰更新 在我们的能力上也更新 使我们奔跑天路 真的是得胜有余 愿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垂地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